你的子弹 从来没有打住我 这后生不装之 没什么好担心的 以后集体行动 有人在背后暗算你们 那应该就是和虎牙小队有仇的 这次的任务 是击杀一头高级领主级铁甲龙 那枚龙弹也必须在孵化之前毁掉 击杀一头高级领主线 击杀一头高级领主线 是铁甲龙的声音 想不到他刚缠完卵 还是气势不紧 更难办的 是他手下的那些精英怪兽 其中就有两头 初级灵主级的火灵三级珠 那可是珠类怪兽中 排名第一的珠类 看来还是一场苦战 可惜这场恶战下来 铁甲龙的龙弹 必然是保不住了 是啊 如果能完整地得到龙弹 就能交给科研机构进行研究了 我听说京都基地市 就有一家机构 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吧 京都基地市 那就优先击杀铁甲龙 至于龙弹 看清我再说 就这么办 别被手机牵制住 直接闯进这怪物老巢核心 不败 果然 铁甲龙为了保护龙弹 直接放起来在老巢卷战 我来对付铁甲龙 那两头火灵三级珠 就找给你来牵制了 打起来了 打起来 我来 打起来 不要 打起来 我来 对是 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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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打起来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位李前辈斗闪动作非常快捷 他的如围级身法已经非常成熟 不 这身法绝对高与如围级 不愧是高级领主机 看体长 至少就有二十名 超过这些任何和我交过手的怪兽 王前辈 还要更久 灭畜 狗 王前辈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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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领主级每一级的威力 都能保持在二十五万公斤以上 九首必识 王前辈这样下去会有危险 周围的环境 出来的怪兽 他们都能利用 这种对战斗的掌控力 比我强多了 两位战神前辈 与怪兽九指不下 对了 如果龙弹被毁 让铁甲龙仙太支含 这样 他们的顺算就更大了 喂 哥 你现在怎么样 我很好 最近爸妈还好吗 小区附近没出什么事吧 爸妈都好 事情倒是有意见 张柯大哥足定来串门 说他发现 我们小区附近 有个人鬼鬼祟祟的 趁着陈鼓大哥刚回基地市 两人就一起把他给抓住 送到安全局了 临走前还盯住我们 有事可以直接找他们 哥 是不是你那边出什么状况了 这里和之前的荒野区一样 总有些不安分的东西 我只是在想办法 让你们更完全 对了 哥 最近我炒股又大赚了一笔 多亏了你给我资助的奔钱 小意思 我还会接着资助你 你尽管去炒 争取早日正够取媳妇的钱 小南今天才上大一 炒着难 而且我一个残废 记住 罗华 永远不要说自己是残废 你虽然有残疾 但绝不是废人 哥 我会记住 我要继续执行任务了 嗯 哥 你在荒野区也要小心啊 这怪兽巢穴 看起来像是旧世界的购物中心 差不多有七十套兽将级坚守在正门 要从正面突破 恐怕只有战神 能斗上一刀 三楼到五楼 应该是铁甲楼的精英手下 才有资格居住的 一楼和二楼 很可能是铁甲楼的住处 所以才禁止手下的怪兽进入 要是从一二楼的窗户进去 被周围的怪兽发现 那就完蛋了 而且 三楼到五楼都有大量怪兽 我怎么才能进去找到龙丹 有了 这座建筑里的电梯天井 就是一条直通通道 就是这 还有专门的旋徒队 不责看守 好难问 铁甲楼的老蛋 要消除危险 最保险的办法 是立即替两位前辈 毁掉龙丹 可要是 把龙丹交给研究机构 或许会更有价值 赶紧走 这材质 是战神的武器装备 估计是铁甲楼击杀了一名战神 再将他的装备 当作战利品收藏了起来 他在荒野区阵亡 至少 要将油带回基地时 不好 这铁甲楼发疯了 被发现了 erreicht 力猜 力猜 大 敌 им 气 劘 力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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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这梦一切 平 刚才短短刹那 我将那二十一头兽将级怪兽完全计算在内 这是不是 就是比入危机更高一层的完美机 三明九等了 我是您的专属向导 我为您准备了好东西 扫描这个二维码 我可以向您开放舞者和怪兽的相关资料 还有精美壁纸独家剧情 这些都是为您专门定制的福利哦